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rek Forester Outback 还有Assant这些车型 除了销量以外呢 Subaru在美国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比如说它已经连续两年获得了汽车行业品牌忠诚度第一 而且呢在2019年在美洲汽车拉力赛当中也获得了团队冠军 那我们现在就来采访一下Saramonte Subaru的这里面的华人销售Illand 请他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Subaru这些年获得的奖项 还有在顾客买车的时候呢会有哪些小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好Illand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Subaru这些年获得了很多奖项是吗 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行没有问题 Subaru呢因为它的优异的四驱性能 它在这个整个美国市场上得到了不少的奖项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美国市场有一个叫KBB一个网站 他们对车的评测是最好的 那么KBB呢曾经连续七年把Subaru评为它是最值得信赖的品牌 就是说这个奖项是非常这个至高无上的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气商行业协会是ALG ALG呢它评价出Subaru的车子它的市场的价值 它的价值是最好的 它的保有率是最好的 您在购了购车Subaru车到三到五年之内 您的这个车子的这个保有的价值还是非常高的 有很多人到您这里买车 也相信会发生一些很多故事 那么呢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您在这么多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小故事呢 Subaru的车子的安全性能也是非常棒的 我们所有的2021年的新车全部型号都包含了有自动刹车呀 包括有这个偏离车道预警的这些安全性能 那么我之前有一个顾客他购买了车子之后呢 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就差点出了事故 但是幸好他用了这个我们的Subaru叫做EyeSight 一个这样的一个安全性能之后呢 他跟前车的距离保持得非常近 但是在那个极端情况下这个车子自动刹车 但他没有避免撞上了前面的车子 所以说这个安全性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同时呢Subaru最让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他的四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那么我自己亲身的一个例子 我之前有一个室友 关系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在我这里购买了一辆二手的Forester森林人 那么他购买了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每年的圣诞节期间 有时候都会去像去Tahoe啊 或者去Reno这样的地方玩 那个时候的雪都下得非常的厚的 就是我们开这个 他的这个车子去那边从来没有出过任何的问题 在道路上行驶得非常平顺 而且遇到这种极端天气情况 需要加雪链的时候呢 其他的车子都要纷纷停下来 但是如果他们看见你是Subaru的四轮驱动的车子 你就可以顺利地通过 所以这些例子让我觉得Subaru的车子 这个品牌效应 包括它的安全性能 包括它的这个我们的维修的 对客人的这个负责度都是非常高的 感谢Ilan刚才跟我们的分享的这些故事啊 那还有一个问题 这么好的车 我们当然很期待它2021 2022年会有哪些新车的出来 那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新车的介绍呢 比较令人期待的呢 应该是我们森林人Forester这一款 它即将推出一个全新的越野性能版 那么这个版本呢 它相较于一般的Forester呢 它的离地间隙更高一些 达到了9.5寸 包括它的轮毂也会更大一些 它全新的设计 包括它的更好的一个四驱的性能 所以这个车子呢 包括它内部的装饰的 包括它的皮质的选择 都会达到防水的级别 整个车子呢会非常受大家的期待 也是我们今年比较期待的年尾 比较上的一款 很热门的一款 森林人的四驱性能版 越野版 观众朋友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 通过今天的介绍 相信观众朋友都已经了解了 Subro除了这个四轮驱动非常棒以外 它们今年还会推出新的车款 如果您对越野升级版更感兴趣的话 欢迎来到Sara Monty Subaru车行 来这里体验更多的车款 那这里的华人销售 将会结成为您服务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 有关Subro的促销信息 欢迎您参看大纪元的汽车板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